有些人傳說劉德華是雞的 如果我沒有女朋友 可能陳玉年會是我 真的嗎 班之林也有機會 我以前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老婆是這樣, 真是發達了 叫你和身體都不理會我 那個給我信的哥哥, 他說 為什麼你不會考慮訓練班 周韻發以前在這裡派信 現在不是很好嗎? 真的這麼說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是自然不會叫你去的 那就把你進行了 很多人問我, 你喜歡拍什麼電影 我會不知道 是什麼類型的進本呢?不知道 但我看到的時候, 我知道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發哥, 我真的練習了 令我們不喜歡練習的人 真的很大壓力 我只是跟發哥說髒話 看來, 為什麼會這樣演? 挺漂亮的, 你看 做這行業 每個人都打算賺錢, 而且獲獎 我覺得你獲獎後 你心裡好像已經獲獎 你覺得還要做什麼呢? 但是為什麼你後來會轉型 就是完全想脫離這個搞笑的行業 凡事去到太盡的時候 都會令人很反感 黃秋生和吳鎮宇 都可以做到好朋友 其實你覺得他們難不頂? 如果他們看到這個節目 我當然是說我最難頂了 為什麼當初會想成立這個公司? 聽到很心酸的, 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是香港人 中國人不可以在我們自己的地方做 29歲開始豐室 起床要找人幫忙扶一扶 人家經常問, 你是否瘋狂 我說不是 博和瘋狂是兩回事 因為你沒有人是否瘋狂 你不可以在這兒 你不會在這兒 其實沒有人是否瘋狂 我可以在這兒 你不可以在這兒 找人家的